为了让民众欣赏到难得的艺术创作 祖山新荣图书馆特别邀请到台中市 书役创作文化交流协会 以墨海比州为主题举行会员人展 官方表示 台中市书役创作文化交流协会 创立于民国91年 一直秉持从传统书法 延续到富有时代性的创意表现 历任理事长均秉持学会中旨 领导会员以创意研习书法 并定期邀请书法界精英老师来授课 从此会员的学识涵养 作品中可欣赏 富有变化的扫持书法布局的空灵以及呼应 学会成员以自我的兴趣追求书法之普及为职制 从生活的体验作为创作素材 亲切热证又别具风格 官方表示 学会成员来自不同教育背景 同样一群热爱书法的人 从临摹名家赤铁开始 进而发挥创思制成风格 从古文字精髓中寻找老灵魂 以展现的生命挥洒在纸上 用笔墨让人生更灿烂而完美 透过笔墨把心里所想的表现出来 展出作品传统兼容现代 创新又建具考古 学会表示 期盼激发民众对于书艺的喜爱以及认知 发掘中国文字的独特美感情怀 让书艺文化传承光大 正所谓书法养心 书道有路 鼓励大家提起毛笔 一起享受书艺创作的性生活 整期冲击日起到9月30号为止 欢迎喜爱书画艺术的民众 能够播空前往参观 来一趟难得的艺术饗宴 记者才是齐 祖神正采访报导